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什么呢 就是好的方面呢 说明大家呢 对这个事情呢 没有一开始那么恐慌那么焦虑了 对吧 但是坏的方面呢 就是那说明呢 现在呢 这个很多的市民呢 可能这个防范的意识啊 会有一点松懈啊 我们看到昨天是 对 是昨天 那整个的是这个中国呢 有几十例的从国外回到中国的输入型的这种案例 那讲白了就是从外面过来的 输入过来的 那现在呢 这个来上海这边复工复学的呢 人呢 越来越多 我是觉得呢 这个还是要比较谨慎啊 那还是要呢 口罩还是要戴 那最起码我估计啊 我上次有看专家说可能要到四月份 也许要经过两个十四天 两个周期的这个循环之后呢 才能够把口罩摘下来啊 那这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总体呢 整个社会的这个运转 还有老百姓的情绪的稳定 还有就是这个 呃 这个复工复学的情况呢 每天呢 都在呃 好转中啊 去 就像一个病人一样啊 生病了 那慢慢的身体在恢复当中啊 那这个呢 是在这个 呃 本期节目呢 一开始给大家做的一个 一个小观察啊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去关注一个呃 报告 那这个报告呢 是由摩根斯坦利啊 出的啊 摩根斯坦利呢 大家都知道 他反正是比较权威了 那这投行啊 什么的 这个投资报告 会有很多关注这个金融经济各方面 呃 那他的报告的主体呢 就是认为呢 中国的经济呢 会在啊 这个 这一波的啊 困难度过之后呢 会 就是迅速的反弹啊 那这是一个基础 另外一个基础呢 是中国的啊 整个的资本市场啊 他目前的估值呢 偏低啊 估值偏低 所以呢 你比如说现在上海这边 基本上在三千年左右 这个 反正就是涨一点 跌一点 涨一点 跌一点啊 那这个呢 就反复的摇摆 所以呢 摩根斯坦利呢 做出一个报告 他认为呢 这个 先前 呃 中国 这个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那由于受到呢 这个疫情的影响呢 出现了下挫啊 但是目前呢 这几个国家的股市呢 已经为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者 成为了一个 提供了一处非常好的披风港 讲白了 就是你目前的资产价格呢 比较合适 那另一方呢 经历 已经经历过考验了 基本上呢 会逐步的恢复当中 所以说对他的前景的预测呢 变得相对乐观啊 我们今天也能看到一则 这个 昨天应该是看到一则中国的这个最高层呢 就是中央政治局呢 召开了一个会议 叫中共中央政治局 那这个会议的主题呢 叫做加快5G网络 那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嗯 这个呢 含金量非常高啊 就是说 首先呢 5G网络呢 当然是中国的这个科技的优势啊 其实我们很多人讲华为啊 认为华为是 这个中国5G网络的这个最牛了嘛 标杆 但事实上不要忘记 就中国有中心 还有这个中国移动 电信 联通 他们手上也握有大量的5G的专利 因为他们是运营商 他们角色不同 那华为中心呢 是设备商 那中那个 其他几个呢 是运营商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配套的企业啊 那国家呢 要求在加快5G和数字中心等 新型科技型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呢 前两天我做了一期节目 叫做 中国呢 投入25万亿人民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我就提到了这个 叫这一次呢 叫做新型基础设施啊 新型基础设施呢 与以往的我们传统认为的 铁工机啊 铁路公路等等的这种 或者是房地产的这种基础设施呢 不一样 它不一样的特点是呢 首先它的高科技啊 就是也是一次这个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 比如说它的物联网的应用 5G的应用 那各种有物联网有5G就有大量的数据啊 大量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需要传输 传输 存储 安全 各个方面吧 包括像应用 所以呢 这一部分的话呢 那可能会让中国的基础设施呢 进一步的领先全球啊 站在更高的高度 那所以说 这个中央呢 从最上次呢 来进行这种布局吧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在3月4号召开会议 会议指出呢 这个这部分呢 相当于是个新闻啊 我给大家播报一下啊 那这个会议指出 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啊 应急物资保障领域的投入 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 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其实讲白了就是 科技股可能会暴涨啊 就是 因为民间投资很多是 一个是散户 另外一个和许很多是基金公司呢 还一定会在资本市场上 市场上注入大量的资金 那国家呢 也会 通过各种手段呢 那在这些领域呢 这应该叫做战略新型领域呢 投入巨量的资金来进行这个推动啊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那基本上呢 他的这个会议有要求 还有要求的把这个复工复产 和扩大内需呢 结合起来 把被抑制被冻结的呢 消费需求呢 激发出来 其实讲白了就这段时间 大家都担心在家里待着 都不到外面吃喝玩乐 那么这么多的店 这么多的从业者 那你怎么能够怎么搞 对吧 那你这么多的 这个街头上很多的 小老板啊 包括这些打工的啊 讲白了都是社会比较 收入比较低的 相对底层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 要强调这一点啊 不过这个是题外话 我引述这样一则消息呢 是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基本上中国呢 他从政府的高度 最上层的角度呢 已经开始 由原来的呢 带来一起来战役 对吧 就是渡过这个难关呢 那已经慢慢的转向成了什么 就是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投资 那他的目的呢 是为了刺激经济 那包括对这个消费的投资啊 那促进内需 让盘活这个内需 激活内需市场啊 那所以说这个呢 是中国政府目前在做的事情啊 那摩克斯坦利呢 他作为一家大投行呢 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认为中国的资产价格呢 目前偏低 建议啊 投入 投资中国啊 进入 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话 那基本上呢 可以认为 中国目前的这个 整体的经济呢 不像很多人预测的 那么的悲观啊 基本上我我我我个人呢 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态度啊 因为因为这个 我们看一季度的 就是春节之后 一季度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无论是国家公布的 还是这个财新的 财新这个公布的 它的这个采购经理 经理指数呢 显然都是很低了 我经常中是 35还是多少 就是基本上 比融工线呢 要低很多 那这个呢 其实也 当然它反映了 现实的情况 这个确实是的 但是这里面呢 有大量的需求呢 和大量的这个 实实在在的东西呢 被抑制住了啊 比如说你这个工厂 你一旦复工之后呢 你就要迅速的采集原材料 因为我 我有朋友是在做这个 做线上的做电商 那他们呢 有在卖各种各样的工业制成品 那主要比如像衣服啊 还有家用品 那现在呢 这个工厂的库存呢 基本上都在这一段时间呢 被电商企业呢 给卖光了啊 就是库存呢 现在就基本上 仓库都是空的啊 所以说疫情 一旦逐步缓解啊 逐步过去的话呢 那么整个的这个 经济复苏的步伐呢 会非常的快啊 会非常的快 大家都要补充库存 所以说会有一次 就是消费的这个反扑 那也包括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年轻人 或者是这个市民啊 或者是老百姓呢 他们这段时间 每天天在家在家里待着 基本上每天吃的东西 都那么几样吧 所以人嘛 总是需要这个 去改善改善对吧 或者是是 偶尔的出去 给和朋友一起聚一聚 吃吃饭喝喝酒 或者是这个 去哪里玩一下 旅行一下 这个都是一个 这个常规性的需求 也是比较强劲的需求 那一旦疫情过去的话 这一部分呢 也会出现一轮这个 这个叫报复性的反弹 所以我我个人呢 对这个接下来 那当然我们的前提是呢 在4月份的时候呢 3月份的话 应该就是这样了 就零零星星的会出现 那武汉呢 争取在这个下面 这一到两周呢 基本上也能达到 全国的其他省市的 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再经过 14天到28天的 两周期的循环 如果没有新增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 中国这个事情就了了 那剩下的事情 就是要外防输入 就是防止其他国家的 人来进来啊 所以说如果4月底 像这个钟南山 钟燕神预测的那样的话呢 那么中国的经济的 基本面呢 还是会回归 这个没有问题 它只是一个战 战时性的 这样的一个冲击 那有人预测呢 中国的经济呢 在一季度呢 会跌到4% 其实如果真的是在 能到4%的话 事实上还是对 说实话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 我认为还不错了 因为到4% 因为基本上 现在整个社会的流动呢 都停下来了啊 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呢 有很多人预测呢 在第二季度 或者第三季度呢 开始一次 非常强劲的反谈 这个呢 是总结的一个情况 那摩克斯丹利呢 他还在报告当中写道呢 这个整个目前的 这个情况的爆发呢 加深了经济增长的 这个低迷 并且推动了更为 更强的呢 政府的政策反应 那因此呢 这个如果造成的 这种破坏延续到 今年的第二 或者第三季度的话 那么那么各个国家的政府 和央行呢 都会保持比较宽松的政策 并且呢 很有可能会出具 更多的刺激性措施 摩克斯丹利的这个经济学家 认为当前的这个情况呢 是暂时和这个 诺元性的啊 那这个呢 也是跟我们的看法呢 比较一致 那我觉得呢 还是回到刚才我们 一开始我给大家提的就是 中国的经济呢 在政府层面呢 注入了大量的资金 最近在资本市场呢 能够体现得出来 那这个民间呢 这个消费的需求呢 和企业这个生产建设 采购的需求呢 依然是存在的 那只是因为现在的困难呢 被压抑住了 所以说后市的话呢 我个人呢 也非常看好啊 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 我也非常认同 Ogustand的这个报告 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那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有新的消息呢 即使能够推送给大家 那这期节目呢 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